新北市议员林婉玉在脸书评论房地产名人王子玲冲进国小打人事件 文中提及王女士疯狂母亲被指控防害名誉 按经新北地检署调查经获不起诉处分 王子玲因为怀疑孩子在校被同学欺负殴打 控告对方家长过失伤害未果 跑到学校找人找过疑似打他孩子的学童 还用脚踹其大腿将海豹卷成筒状弹武器打人 导致学童肢体红肿挫伤 日前已被新北地检署起诉 事发当时李婉玉在脸书个人粉丝团评论此事 内容提及严厉谴责疯狂母亲王子玲等与被王女认定 边损及个人评价和名誉与流言的学童母亲张女一起挨告 检方征讯时李章两人坚决否认防害名誉犯行 张也攻称直视陈述事实经过交代前因后果 检方认为李婉玉在脸书评论的事情并非凭空捏造 过程也没有失去理性 用字潜词并非尖酸刻薄 主观上没有防害名誉的故意 客观上事件也是可受公平 因此处分不起诉新北市议员李婉玉在脸书评论 房地产名人王子玲崇敬国小打人事件 文中提及王女士疯狂母亲被指控防害名誉 按经新北地检署调查 经或不起诉处分 突爆气资料照分享